这次咱们捡了一个便宜 占了望州城 但是郭植的大军未损 而且并州和建州 又在韩丽的手中 只怕孙靖会派韩丽出兵 和郭植前后夹击咱们 那我们就先夺望州 再图并州 你猜 崔家的人现在在做什么 崔家 我们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捡了望州城这么大一个便宜 崔已独子 亲自带兵 兴师动众 徒劳而返 一定会七七百环 你是说 郭植大军孤悬城外 无城可拒 无粮可施 我要是崔家的人 我定会派一个人 去郭植军中和谈 与他来个合为夹击 一举拿下望州城 替我出局 我不许你去 公子 两军交战 不断来势 我作为崔家军的使节前往 郭植他不会把我怎么样吧 安盈 我不希望你再涉嫌 公子 你猜猜 此刻镇西军中的人 在做什么 我要是镇西军中的人 明知道是崔家军抢了两层 现在又知道郭植孤悬城外 无粮可食 无城可拒 肯定想着去郭植军中与他和谈 给他好处 再跟他商量 一起合为夹击我们崔家军 好夺回粮草 那咱就来个先下手为强 不不不不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我出城与郭植和谈 待我到了郭植军中 崔家人自然会考量一下 到底是与我为敌划算呢 还是与我先结盟 收拾了郭植划算 那你怎么知道 姓崔的一定会派人和郭植谈判呢 自战乱一起 崔已就野心勃勃地派大军南下 可见是一个绝不识气的聪明人 这么一大块饼 他会放过吗 我打算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等我到了郭植的军中 想必那镇西军 也定然会派出要紧人 我猜测 芭城是那个姓裴的亲自出面 等借了郭植的地盘 我再和郭希军的人面谈就是 但据你所言 对方不是难缠得很吗 所以才要借郭植的地盘 对方未显诚意 肯定也是只带轻微 到时候 有郭植大军环绕 即便他想耍什么花样 也很难施展 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 你聚守城池 我出城和郭植谈 当然是小裴将军去啊 我呢 就在家里写一封手书 再印上 我们平叛元帅的大印 以示我们的诚意 又打算拿你这个萝卜 自己嗑一个呀 反正郭植和崔健人 没有见过我 的帅衣 嗯 嗯 予 to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